台湾体大桌球队在今日全大运公开女子组团体赛预赛中 对上辅人大学以及台中教育大学 两场比赛接连拿三点多下胜利 郭志强教练也对球员们的表现给予肯定 女团的表现事实上我觉得女团今天也是表现得不错 我们今年因为补强加上救生女宝 那我们女团今年的整体素质也比去年比较高 那所以今天这样子他们连续两场3比0 那虽然是有一些局数上面的拉扯 不过整体都在我们的意料当中 第一场对上辅人大学的比赛 台湾体大第一点派出陈鹏宇 陈鹏宇展现不凡气势 以11比2、11比3、11比4横扫对手 第二点由输成再输了第一局后连拿三局 更在第三点双打与领一抱联手 以局数比3比0获胜 就是一开始可能下去就不太熟悉对手的球路吧 就是有点跟不到那他的节奏 对 所以就输第一局 教练有给指示 自己也有去放慢一下节奏 所以就是后面就打得比较顺 因为毕竟自己刚刚单打也已经赢下来 就是双打就心情上就比较放松 第二场对上台中教育大学的比赛 台湾体大接连拿下两点 第三点领一抱与尤书成再度联手 却陷入拉锯战 索性最后及时挥稳 以局数比3比2获胜 台湾体大公开女子组团体赛 在今日的预赛连下两成 明日将继续出战台湾大学 艺首大学以及高雄科大决定晋级名单 记者网鱼费陈品璇嘉义报导